一般人感染结核菌终身有5%到10%的机会发病变成结核病 在未发病前的状态称为潜伏结核感染 透过筛检找出潜在感染者并给予预防性投药 治疗后可以有效降低9成以上发病机会 当结核菌感染到病人身上的时候 他不见得立刻会发病 那在中期医生6%至10人会发病 那在这个族群实际上他是完全没有认证症状的 那刚刚提到的结核病 我们通常是按照X方片及验痰来诊断 但是对于这所谓的潜伏结核感染 这群没有症状的人 那我们要怎么找出来 那他是要靠什么检查 在过去主要传统上是按照结核菌素皮肤测试 来做这方面的检查 那最近在台湾已经全部除了小小孩 两岁以下的还做这检查以外 目前都全面的用更精准 那可以避免掉我们都打过了卡戒苗的干扰 做的所谓的埃寡 就是抽血的检验 隐形干扰素释放试验 来做这方面的政策 那关于结核病之后 当然我们就会很好奇 关于结核感染之后 那到底哪些人比较容易会发病 那我们知道在台湾在这几年实际上 已经大于6数随障病人的结核病人 是在2022年的事实 60号科室病人是大于6数随障病人 所以主要是导人族群 另外有一些的特定族群 如我们所熟悉的洗肾的病人 无论是血液透析 或是无论是血液透析 或是护膜透析等等 再来就是糖尿病 血糖特别是控制 血糖控制不好 糖化血色素大于9以上的病人 那再来就大概60岁以上的 所谓的慢性阻塞性肺病的病人 还有艾滋病的病患 那当然还有很多 比如说有一些做治疗生物质疾等等 这些人都是容易是会 一旦感染到之后容易会发病 那所以当然我们要去 去要来达到我们的目标的时候 那很重要的件事 就要针对这些我们的重要族群 来做努力 而且这些族群一旦感染到 接病的时候除了诊断相对是不容易以外 那常是相对是容易被我们忽视掉 那有些时候常就一开始就比较严重的这种状况 那再加上治疗也是相对是比较困难 卫生局指出高风险族群结合病发病风险是一般民众 一到二十五倍 台北市113年推动高风险族群筛检与及早治疗 及时找出潜在感染者 高风险族群完成筛检 即可领200元等值商品礼券 107年到112年台北市总共协助了 1万1000多名的个案完成这个 潜伏结合感染的筛检 那同时有1197名已经加入治疗 那所以我们也呼吁符合资格者 都能够来接受筛检 那为了鼓励民众来参与筛检的一个服务 那所以台北市也特别提供 这个200元的商品礼券 只要符合慢性腹膜透析或血液透析 以及45岁以上糖尿病患者 糖化血色素大于9%的 还有60岁以上慢性阻塞性肺病 艾滋感染者药引者以及陈肺症等个案 那都可以下原来的诊治医师 协助转介来接受筛检 那筛检之后就可以提供这个奖励的礼券 结合病是透过空气及飞沫传染的疾病 传播风险高 若出现持续咳嗽两周以上 有痰、胸痛、体重减轻、食欲不振、发烧等症状 应主动佩戴口罩并就以检查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